我亲爱的兄妹们,大家早上好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 愿主持你们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哈利路亚 今天是9月11日,星期六 让我们来读来自于克雷斯 欧亚克罗姆牧师的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际 今天的主题是 产生代酒的影响力 首先让我们翻开圣经 一起考察 请大家翻开使徒行传第十卷第三十八章 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 告拿撒裂人耶稣 这都是你们知道的 他四处行善 一好一切被魔鬼压制的人 因为神与他同在 哈利路亚 让我们来读今天的文章吧 重要的不是你能活多久 而是你所产生的影响力 耶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在世的时间并不长 却对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路加福音第三卷第二十三章的新生活一本告诉我们 耶稣开始公开传道 年纪约有三十岁 三十三岁那一年 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劝劝三年的服饰就改变了整个世界 纵观历史 前无古人后 无来者 没有一个人能像耶稣那样 对整个世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甚至这个世界的纪念系统 前和后 是将它作为参考制定的 它出生的时期 被用来作为世界历史的风水灵 公元前 基督诞生前 和AD 公元后 何等奇妙 他在世的日子里 他活出并彰显了神的荣耀 哈利路亚 他在水上行走 对风浪说话 使龙子听见 瞎眼的看见 自豪缺腿的 使肢体 残疾等 得以恢复 甚至使使人复活 哈利路亚 他死了并复活了 使人类的救恩成为了可能 美妙的是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 而做成的 在约翰福音 十四卷十章 他说 住在我里面的父 做他自己的工作 那就是圣灵 在约翰福音 第八卷 第三十八章说 他说 我所说的 是在我父那里 看见的 耶稣 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 行在于父的联合中 他没有一件事 不是靠着圣灵的能力 去做的 我们里面 也有同样的能力 去这样行事 因为同样的圣灵 就是耶稣的能力和本质 今天就住在我们里面 他在约翰福音 二十卷二十一章说 我父怎样插了我 我也照样插你们 这意味着 你有他的权柄 因此 要让这些话 驱使你 对你的世界产生带久的影响 你可以做他所做过的事 并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影响力 哈利路亚 让我们一起祷告吧 请和我一起念 亲爱的父 何等荣幸能知道你使我成为 黑暗世界的光 我的光照亮每一个角落 今天 借着圣灵 我以你的智慧和爱 影响我的世界 我行在你的荣耀和完全中 彰显你的公义 行使圣灵的统治权 在耶稣的名里 阿们 如果想了解更多 可以参考一下经文 约翰义书第四卷第十七章 使徒行传第十卷第三十八章 AMPC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今天活着 我口你承认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就是我生命的主 借着他并他的圣命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借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联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联系吧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